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上剧场演出期间累计音员直套部的成员将获得线下首场公演原创歌曲表演技的首秀名额 是不是很心动呢 那就一起为小偶像加油吧 此外今天是本月MVP的倒数第二场 请大家为小偶像努力打call吧 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精彩的节目吧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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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早已在等候 看望终点的幸福列车 Love love me do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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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着微风把寂寞吹走 对你的想念不再有困惑 幸福满满的深空 正享受着自由 呼吸放慢了节奏 让感觉心灵相托 每当想你的时候 你是否会站在我身后 Crazy for you 一刀一刀 我的心 早已经跟着你走 一刀一刀 每秒都在不安的跳动 爱的眉梦 一刀一刀 小心缘 怎会在这里停留 甜蜜的温柔 早已在等候 开望终点的幸福列车 Oh oh my god Bi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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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见你会在下一个路口 Finali Bi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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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上香 加了糖的奶油 以及石头 这颗车 Bi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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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你就是我 认定的选择 甜蜜的温柔 早已在等候 开望终点的幸福列车 Oh oh my god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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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从风吹起 渴望遥远的距离 那段寂寞的接听 当树下颗铃响起 我认证我这陈屹 写下关于你的日记 我一直都很相信 投标着你的身影 转变飞过的蜻蜓 能否引起你的注意 那就让思念堆积 下一秒 会有惊喜 One two three 下颗铃声是牢骚旋律 这转感觉很动听 心跳加速等待遇见你 变红的表情 下颗铃声 下梦中约定 一只眼去期待你回应 上颗铃响起之前 遇见那个完美的你 你的微笑 让人如此的着迷 在我的视线里 全都是你 你的眼神 好像在向我转移 还没成熟的缘分 此刻才向我靠近 我认证我这陈屹 写下关于你的日记 我一直都很相信 投标着你的身影 从别飞过的蜻蜓 能否引起你的注意 那就让思念堆积 下一秒 会有惊喜 One two three 下颗铃声 是牢骚旋律 这种感觉很动听 心跳加速等待遇见你 脸红的表情 下颗铃声 下梦中约定 一只眼去期待你回应 上颗铃响起之前 遇见那个完美的你 下颗铃声 是牢骚旋律 这种感觉很动听 心跳加速等待遇见你 脸红的表情 下颗铃声 下梦中约定 一只眼去期待你回应 上颗铃响起之前 遇见那个完美的你 下颗铃响起 山阳 stacked 调铃声 Sym Training 大家好,我們是CKG48 謝謝大家今天在線觀看我們CKG48那時花開雲公園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CKG48的一氣聲點起來 感謝大家今天看我們CKG48那時花開雲公園 Yeah 中分瀏海都帥氣 性感可愛也是禮 健康生活別忘記 開開心心不生氣 田千蘭,我們想見你 田千蘭 謝謝,然後今天的MC話題是 你第一個 社交平台的ID 你第一個用過的社交平台和ID 所有人應該都是QQ是吧 那不一定 那你是什麼 飛哥傳說 那是他們年代的 我用過好古早的 我印象中我很久很久以前用過貓鋪 我也用過 貓鋪 現在還在用吧 你知道彩虹QQ嗎 什麼東西 彩虹QQ 彩虹QQ 彩虹QQ是什麼 是當時的一個特別古早的版本 它專門拿來發那種 土味文字的一個客戶端 我知道以前手機有那個什麼 飛信 還有飛信 還有飛信 那個什麼 M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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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我第一個用過的好像就是QQ 然後我第一個網民特別土 它叫東方不敗 你好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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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非常小的時候就非常中二 然後就取了一個這個名字 然後 你去看了東方不敗嗎 沒有我想說完全不知道東方不敗是什麼東西 我就覺得 那你就是天生的東方不敗了 就很酷 這個名字很酷 就很適合我 然後我就取了 我以為你要取叫什麼水晶男孩之類的 那可能是我爸會取的名字 就是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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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SNH4867生周倩鈺 大家可以叫我阿庫瑪 感謝大家今天前來觀看CKG48 那時花開雲上公演 謝謝大家 耶 幽默細胞無法自拔 帥氣立東經典復刻 周雨巡 我也要周同學 謝謝 謝謝 然後說到這種古早的網絡衝浪事件 我可能以前 會有貓鋪還有貼八 然後當時有一句特別流行的話 就是 地八出征寸草不生 我寸草不生 我當時也是貼八 就是那種特別高級的 那種藍州燒餅的類型 老貼八人了 對貼八真的 蓋樓 蓋樓 樓珠 樓珠 陸珠 還帶上你的小尾巴 就是那種 就很厲害的話 你的ID後面就會跟著小尾巴 還要加圖片 還要加圖片 那你們現在還玩貼八嗎 不玩 你還玩嗎 你是不是還有客戶端 你是不是還有客戶端 不玩呢 那你的ID你還記得嗎 我ID 嗯 有點久遠 得想一下 好吧好吧 然後我那個時候的 QQ彌生 特別中二的一段時間的時候 我用過一個高山靜座 然後我還把簽名改成了 我還改成了 三千世界 鴨沙境 與君共請到天明 真的 是你們那個年代嗎 什麼叫那個年代 多有文化呀 然後 挺言情小說 這不是 你們自己去搜什麼東西嗎 可以文化了 然後就 謝謝大家 耶 大家好 我是SHY48 一氣聲 楊允涵 大家可以叫我閃閃 感謝大家看我們的雲工演 謝謝 耶 SELLO 花開時節一芬芳 雲端相遇解思涼 春花浪漫會有時 香猛與里續新章 楊允涵 雲工演加油 楊允涵 謝謝 謝謝 你這個CALL感覺比剛剛那個 阿庫馬他以前的個性簽名 還要文藝一點 是嗎 有的一拼 就我都沒有聽清楚 我只聽著楊允涵 然後就是我以前用過的網名 我倒是記不住我以前用過啥網名了 因為一般就是非主流時期 就會用那種什麼火新聞啊 然後讀不出來的那種符號 而且你就是一定要去百度上搜非主流網民 然後非主流頭像加閃字 就是要衝會員才能那個頭像才會一閃一閃的 閃字這個真的 還有唯美頭像 意境頭像 對 無瑟雨一看就是經常去搜那種的 就唯美非主流 對啊我那個時候就每天在想 就怎麼樣把讓自己變得更加非主流 那個時候非主流就很流行 很長 非到極致就是長 對 現在一看的話 然後反正我記得我以前用過什麼 反正貼八我也是玩過 以前我也追星嘛 然後貼八名字啊都是有關的 偶像的我也是 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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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叉叉愛你一生一世這種 那倒也不至於那麼 那倒不會 可能會去有關就是偶像名字的一些東西 然後反正去我唯一記憶深刻的就是用那個頭像 就是那種四十五度角 然後後後後的瀏海 斜瀏海 然後就這種 還有阿寶色 中間還要加一道槓 就是那個 加一道文字在中間 中間 對 對 然後一閃一閃的 就非主流時期的 對 然後就這樣 謝謝 耶 耶 大家好 我是FH48 第十二期生江欣 謝謝大家觀看我們那時花開雲公演 謝謝 耶 西路 征途漫漫 我們一路相伴 繁星閃爍 你是奴特光芒 江欣 謝謝 嗯 就用過的 我覺得我的那個尼稱 我用過最早的我就是QQ了 而且用那個尼稱一般都是什麼 吃的和動物 就比如說什麼小布丁 你好正常啊 主要是他年齡就擺在那了 他能飛到哪裡去呢 我以為會叫什麼 快樂布丁 水晶布丁 這種才比較符合當時就是小孩子的感覺 就我感覺我的那些尼稱前面都有個小字 就比如說什麼小布丁呀 小蘑菇呀 小綿羊呀 小兔子 好可愛啊 我覺得我就是因為可能是用了 就是以前的尼稱都有個小字 然後現在才長得這麼矮的 所以大家不要用小字的尼稱 就用大字 對 謝謝大家 耶 大家好我是4K肌膚店 一氣生巧又珍 謝謝大家來觀看我們公演 耶 C路 林享樂 花享榮 私家人類汪 酒酸腸 十五位 素翠燦星光 喬玉珍 公演加油 喬玉珍 喬玉珍 謝謝謝謝 然後我記得我用過的的話好像就是 什麼什麼公主 什麼什麼的 但是我記得有一個是我在一本書上看到的八個字 但是我現在都不懂什麼意思 但是我還記得 叫無夜之花 無惡之花 無惡之花 還是無夜之下 就是這四個字 就是連起來 連起來 八個 有五字有隻字的 就很有那種感覺 對 就感覺很有感覺 其實我並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包括到現在都不知道什麼意思 對 為什麼你可以用那麼長的網名啊 那你是不是 在那個QQ界面上面 別人都看不到 看不到你的全部名字 應該是的 而且過後我換了 就是 典型我這種人 就是去網上搜 非主流網名啊 對 我也是 希望還有好聽的網名啊 還有什麼頭像 都是在那搜搜 都感覺自己覺得不錯的 就拿下來用 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 耶 哈囉大家好 我是TKG4T的一七聲 吳雪宇 謝謝大家來看我們 今天的 林上公演 謝謝 耶 誰路 愛你初心不忘 雪宇光芒萬丈 萬花叢叢 你最醒目 吳雪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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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雪宇光芒萬丈 萬花叢叢什麼 你最閃亮 對 然後我想想 我記得我第一個QQ 是小學二年級的時候申請的 而且那個時候我們班 還沒有特別多人有QQ 我就擁有了 非常高貴的QQ 然後 但是 可能是我起點比較高吧 然後我後來就把QQ 全部給註銷了之後 就是我沒有了QQ號 就是不能相信的事情 我當時為了上大學 還專門註冊一個新的號 就沒有一點等級 然後剛加進去 第二天被我們班長踢了出來 你覺得它是水軍還是什麼 那這是個張詩號 對 然後我記得我當時用過的第一個網名 我記得很清楚叫 雙兒 這個雙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當時我在看陸頂記 我特別喜歡雙兒 我就很想像雙兒那樣 我就叫雙兒 然後還改觀推中二的 什麼羽兒加油 羽兒加油 羽兒加油 對 因為你也是追星族 對 我當時貼八 就是那種每天 拿到電腦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我的貼八 各大貼八裡面簽到 真的 我也是 就拍了長等級 真的 然後我當時 我們剛剛進團的時候 不是要說清空自己什麼 黑歷史 有沒有在網路上 當過網路噴子的事情嗎 然後當時我就很 我就很著急 我就問姐姐 我說啊怎麼辦 我之前在貼八為了我的愛豆 和別人吵過架 就算不算 我知道我人生中 在網路上當過噴子 都是在貼八裡面 就都是因為我的愛豆 維護我的愛豆 罵我的愛豆 我就很難過 然後 然後就沒有什麼了 其實我覺得 我也不是很非主流吧 羽兒加油 我覺得已經很 就是按照你搜唯美文字的 這個閱歷來說 你應該是我們這裡面 就是最懂這個 傷感文字這部分的人了 青春這就是90 這就是90 這就是90 這就是90後吧 你們90後應該都是這樣子的 好年代感喔 OK 謝謝 大家好 我是JNZ48的二氣生高雪逸 謝謝大家今天在線上 觀看我們那時花開的雲公演 謝謝大家 四路 高雪逸 雲公演加油 高雪逸 高雪逸 謝謝謝謝 人群中最簡潔的call就是我 然後 說到 最早用到的社交平台和那個 就是網民什麼的 我覺得像我們00後的話 就是一出生就會有微信了 無語 不是嗎 我一出生就 就會 完蛋 有比微信更先進的嗎 我一出生就會用口袋四八了 不錯 你應該是2015年以後才出生的吧 然後 其實我也用過QQ 我就是想體驗一下就是90後的世界 到底是怎麼樣的 然後我就 申請一下 無疑問 沒有開玩笑 然後 我當時特別喜歡看那個百變小鷹嘛 然後我的名字叫大道四知識 就是 我也喜歡知識 對啊 我也喜歡知識 我也喜歡知識 就是感覺那個時候 就是作為一個小女孩的心理 就是希望長大能成為那樣一個 就是知書達理 又 可以有錢 對 還會做衣服 對 就這麼樣的一個人 然後 之後就是 道路就好像變了 之後網民就變成 我看最多到底能起幾個字的這種 就是那種 鬧騰的 就是一直發哈哈哈哈那種的 就是 好像他最多可以起20個字 對吧 那別人都看不到 那別人都看不到 那以前就很小的時候 都不用手機 就燈 就用電腦燈 電腦燈的時候 就是個介面 說到介面 我想那個時候 一定要把自己的QQ音樂 歌放成 不是要把那個音樂 因為別人可以在那個列表上面 看到你在聽什麼歌 對對對 一定要播放最潮流的歌 比如像什麼壞女孩啊 對 什麼客觀不可以啊 始終許良的金曲 對 天哪 對 然後還有那個Q蟲 你們知道嗎 QQ蟲 Q蟲一定要放在旁邊 對 然後現在他 哎 死了好多年了 他Q蟲都下 下線了 對 少就不做了那個 對 這個就是我們00後基本上去用的東西 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耶 天天想你天天見 口袋房間來見面 自立行間都不舒服 不愧我们雷与田 雷丽湘喜欢的每一天 透泽田 雷丽湘 谢谢 然后关于第一个网名呢 我应该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就注册了QQ还是二年级 然后我的第一个名字叫做天使200 为什么要叫天使200 为什么要叫天使200 因为最开始我想叫天使 但是天使已经被注册了 就是是什么QQ可以重名吗 可以的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了 可能是因为很多人叫天使 我就想独一无二 然后我就叫天使200 然后到后面我就是跟我的小学的闺蜜们 我们就三个人用那种三人闺蜜名字 我用个 我用个 我的闺蜜还是那种非主流文字 我的闺蜜叫我的骄傲你不会懂 然后我另一个闺蜜叫做我的傲娇你不会懂 然后我叫我的 我什么都不懂 什么我的冷傲你不会懂 然后就很潮流 然后我们还要搜那种非主流头像 然后后来注册的就是摩尔庄园了 我也是 而且奥比岛的那个账号就是用户名 你们知道吗 所以我当时我的用户名就是一串数字 是我妈妈的电话 然后摩尔庄园我的名字叫做月光花甜美 不错 特别可爱 你叫什么 你叫什么 我叫回家 我感觉我们应该也没有太大的年龄差 我当时玩那个奥比岛还是摩尔庄园的时候 我们家电脑还是那种大头电脑 就是那种很厚的 对 我们当时我们家都没有电脑 你叫玩iPad是吧 不 我们只能在学校的危机课去上 不知道当时上危机课还要穿鞋套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 就是我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全国各地都是进危机教室都要穿鞋套 而且那个时候老师不是会控制屏幕吗 就是有人会破解 对 就重新开机那个时候 然后你们就可以玩 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玩金山画王 就是你们有玩过金山画王 我没有 没有 看来年龄差还是有的 还有金山打字 然后就很多小游戏特别有意思 对 就是还有那个4 3 9 9 7K 7K 4 3 9 9 我跟吴雪宇前两天还玩了4 3 9 9 就他连森林冰火人都玩不好 你们还给什么什么当红明星换装的游戏 我们还玩那种4 3 9 9的给当红明星换装的游戏 就那天晚上我们去打游戏 然后人家都在玩什么吃鸡什么 英雄联盟 对对对 就别人都特别 他们玩那种刺激的游戏都没有反应 我们玩那个森林冰火人 然后我们还生气 我还生气 因为吴雪宇老被火烧 我也老被冰死 好笨 然后就有人经过我们后面又能很比气的眼神 看了我们一眼 小学生又过来玩了 好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耶 接下来请欣赏精彩的Unit曲8 886 耶 886也很有感觉 886也是很有实在的 下线了 887 886 887 887 887 888 888 889 888 888 800 888 889 88 887 是谁点了眼牡丹 企图将谈斑的话题都打乱 是谁天真美美汉 不学无数供入回远古时代 拜托快收起伪装的高姿态 想撒野之前先照镜子看看 有多难看 拳墙和设斩用对峙战 最高密的交流 在风吹之间寻找到你的破绽 快推出我们的地盘 这里拒绝你欺瞻把我的全部都去赶滚 是谁打下这江山 哪里连得到你现在来叫喊 如果愿意被招安 我还可以给指挥考虑看看 我们等着看谁不敌这比赛 再放肆小心握握紧的拳头 变成子弹 穿墙和设斩用对峙战 没消炎的弥漫 电光或时间 让局势风云变换 快推出我们的地盘 这里拒绝你观战 我发出最后的通牒 滚 别来测试我 很要忍耐 你成长的眼睛 演得太烂 打破你的安全感 各自又不相反 穿墙和设斩用对峙战 最高明的交流 在风吹之间 寻找到你的破绽 快推出我们的地盘 这里拒绝你轻战 把万地全部都去干 吞墙和设斩用对峙战 没消炎的弥漫 电光或时间 让局势风云变换 快推出我们的地盘 这里拒绝你观战 我发出最后的通牒 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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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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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是我们的小MC环节 然后我们这次呢是玩一个吃芥末饼干的游戏 然后我先说一下规则 就是我们在场的四个人呢 通过投这个骰子 然后决出一个最大的 数字最大的成员 我以为这是个抽奖的箱 你以为是箱子吗 它是一个骰子 然后我们在场的四个人呢 然后我们要就是你的数字最大的话 你就是来猜谁吃了这个饼干 然后我们其他几个人就是负责吃这个饼干 他猜谁吃到了 然后如果猜对的话 他就生了力 猜错的话他就要罚吃这个芥末饼干一块 然后就是非常简单的这个游戏规则 让我们这个游戏共分两轮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我们从这边开始吃吧 今天不是先咬傻姨吗 对不起可能太饿了 太饿了 直接就开始想吃了 对不起不敢吃 那我们谁先来 数字大吃还是数小吃 数字大的来猜 然后其他三个 我们在哪里 这是六 那肯定是我 那还能有九 我不信还有谁呢 万一我们四个都是六呢 能比我大 来 天剑蓝 五 轮到我的场合 一 那必不可能 二 好险好险 人家好想吃芥末呢 真的是 好想吃芥末 我好想吃芥末 尴尬 你猜错了不就能吃了 猜错了要吃 那你可以猜错 我猜错了要吃啊 猜错的话就是你自己来吃 他说他好想吃 所以我们今天这盘至少有两个人他会吃到芥末饼蛋 对我们先从第一排开始吃吧 OK 现在是每个人都得吃吃 对我们三个吃 三个就一人拿一块 然后就一块开始吃吧 对对对 我要观察你们是不是 随便拿吗 从第一排吃 一定要第一排stuff说的 这个强迫症 从这儿开始 那我们开始吧 好久没有吃过饼干了 你们一个一个的吃 等一下 不然我看不出来 行 要不然我们三个百花齐放 你真宁响起来 ое些 真的太在心 me 可以 你有闻吗 不是 你咬那么小口 不是 我又咬 快把它吃到饼 他没有吃到饼 非常ak 太大金营 真的假的 太一分blowing 那有可能他吃到他也会掩饰 就是为了不让你猜出来 可是建模这玩意儿你进去眼睛又红了呀 他眼睛红都没红 不错 前四拍只有一个吧 不是要闻呢 我不闻我看眼睛和鼻子 然后他一顿泪水悄悄地从旁边流了下来 快流泪 展现精湛眼睛的时候要到了 快流泪 阿库妈肯定也没吃到 那我来一个 好久没有吃饼干了 这是公司允许的 不要骂我 六点以后高水仪吃的东西 天呐太辣了吧 我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真的太辣了 辣死我了真的不学鱼 你们三个没有一个吃到的芥末 你确定吗这是你的答案吗 是你的答案吗 是我的答案 是你的答案 尝一个 没有一个人吃 挨个尝一个 你尝一下 不过只用尝我的就好了 他确定他是自己说没有的 好奖励物是与芥末饼干一块 奖励一块 奖励一块 是哪一块呢 好辣真的好辣 好辣哥 我第一次吃粉色的 我要吃吗 那不然呢 你自己说你刚刚想吃的呀 好辣 也要为客户的话付出代价 但是其实我比较喜欢吃芥末啊 我不会那个 这不会全部都是芥末吗 不会啊 不会啊 应该只有一点 但你知道吗 我们挑的时候就是看 我们就是看他摆放的这个上下口齐不齐 如果说齐的话 我们就感觉就是他是原装的 没有被放过芥末的 可是我刚刚那一块就是不齐的 所以我挑了一块就是编辑有缺口的 对 对我拿的是很齐的 没有想到 因为我不敢吃芥末 没有想到这个世界是这么的复杂 这完全没有反应 对 吃完啊 吃完吃完 我是被甜到想吐 还还还蛮好吃的 太久没有吃了 饼干了 因为我只吃鞭鞭 我把它吃完吗 对啊吃完啊 奖励一块你还没有吃完 那不然呢 你还没有吃完整个一块呢 我刚想说我们已经穷到重程度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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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饮一瓶 我还要一瓶 哦那个还有冰的 再来一瓶 谢谢谢谢 我还特意吃掉了 你们没有吃到芥末的一个斤 喝什么呀 给我留点 太甜了 我学姐吃快一点 我们还有一轮 如果一轮 接下来一轮你还是最大 然后你还没有猜到的话 你今天就可以吃饱了 啊啊啊 你要对着那边啊 啊 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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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剑膜会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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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爱吃了 因为说的人吃了 我闻到那味儿了 我闻到那味儿了 你口吐芬芳了 有那味儿了 吴雪姬今天口吐芬芳 谢谢 天哪 吃剑膜了 我们穷疤 吃剑膜 买了三瓶矿泉水 真的不愿意喝 吴雪姬喝过的芥末味 确实 这一瓶成了芥末人限定 那我们吃过芥末的人喝吧 跟我喝 吴雪姬是现在开始了她的吃剑表演 她的细品 吃剑是要叭嘀嘴的 你会叭嘴的 腰整腰整细腻的眼睛 太好笑了 怎么感觉 我真的好喜欢跳公演 动快 别哭 我好喜欢跳公演 天哪 跳公演的时候 我的生命都在舞蹈 可以放点BGM 快对镜头表达 表达你真情实感 对崇八的表白 啊 在干嘛 太大了 笑死我了 差一点就口吐芬芳 要是我们 我们三个人是猜的人的话 让吴雪姬吃到 我们就能很快的猜出来 因为她反应真的很大 我觉得是个人都是猜出来 我吃到我也是 对 但是立马倒下来 但我吃完我细品感觉味道还不错 我立马差人中 立马晕厥了 还是健康第一好吧 那我们现在开始第二轮吗 还有第二轮 对啊 这个游戏共有两轮 是巨子买了一盒不错 对啊 我们再把它吃完好吗 是人吗 还爱抛吗 对我们然后我们再重新投一次 那我先来吧 好 哇 二爷 我又要开始表演了 是人吗 下一位 是您吗 我这套 万一你们三个都是一呢 我都不行 是一 我一不会 我又是这个大套 看来我是一 好痛啊 看来她是一 希望你们都是一 还是二 我不想追 是乌鱼 乌鱼 乌鱼猛吃这个环境 你这个概率还是很高的 我这里丢个一吧 二 哇你们要再次 只有周清玉一个人要吃鸡木 确实 那就你吃吧 那我们三个再来一轮 我们再找一轮最大的吧 不行 我觉得这个冰水 我现在肚子很痛 你不可以 但是你来猜的话 我又怕你又猜错 又要吃 太冰了 我一口干了一瓶冰水 我是四 我觉得我的一面很大 你是不是想故意把肩膀 我全部弄到地上去借机 好刻意的行为 为了帮吴雪宇不吃 旁边的STOP捏紧了拳头 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十三 我来猜这局 你们来吃吧 又吃 来吧 希望吴雪宇能找到一块就是 没有芥末的 我没有咬到 那你多吃一点 它边上都没有的 所以它可能挤的时候都挤在中间 你多吃一点吧 甜下来又很享受 我以为你拿手指指别让我舔 下一位 下一位 但是有一说一这个饼干真的很好吃 是在干嘛 是在拍MV还是怎样 在拍广告吗 这位朋友 他在表演什么 要加钱的饼干打钱 好吃吗 仔细地秀了衣袖 要打嗝 吃太饱了吧 来吴雪宇 三块挑一块 吴雪宇已经吃腻了这个饼干 他已经BTSD了 要哭了吗 要哭了吗 那我有答案了 有那味 但他也有可能是故意装的 如果他的泪水没有这样掉下来的话 我还可以再吃一口 那你再多吃一点 泪扎扎扎扎扎扎的掉 没有吃到 真的吗 那我觉得是吴雪宇 那你吃到没有 我觉得是他 我尝一口 其实我刚吃第一口的时候 他真的有 那只有一点点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可以忍受他 后面完全没有 你拿起来的那一刻 我就闻到味道了 因为他应该是最多的放在中间 是你对吧 那我猜对啊 我为什么老是吃到寂寞 我无语 有语 我现在肚子好痛 现在没有 他刚刚吃第一口 的确有一点点 后面就没有了 好好吃 我能不能赢了 也把这些吃完了 可以 没让他拿那个椰子管 直接对着你的嘴里挤 我吃一管芥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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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 我是说我喜欢抹茶 不是说我喜欢芥末 不要 高雪宇成功的想的就是 吞了一管芥末 高雪宇 你的答案就是这个 是吧 对 我的答案就是 吴雪宇吃到了 那我是猜对了 猜错了 猜错了 真的 是的 但我刚刚那 这一管有一点 你要放哪瓶水里一起喝掉 我晕 你 少几一点 少几一点 我觉得不要喝冰水 我现在为了 人家一会还要声唱呢 太少了 确实 这太多了吧 太少了 太少了 不行这个真的不可以 这是人吗 你把它抹匀了 就好了 甜起来是人吗 我觉得它不是人吧 这怎么吃 甜一甜 扭一扭 泡一泡 你准备好喝水吧 我跟你说 你会死的 当场去 你要给镜头看 你要先 我们先甜一甜 然后扭一扭 再泡一泡 还有饼干抹匀了 好大的味儿 受不了了 高雪宇 是条汉子 是条汉子 你会死掉的 你相信吗 看镜头 看镜头 就把你把面上那层舔掉就行了 喝水啊 因为我之前吃 就是到鼻腔里了 我眼泪都掉下来了 那是要吃完吗 吃一下 那样还想吃完吗 你可以吃 我吃完吧 最快 我们要有游戏精神 我才吃了这么点啊 那算了 我以为你单纯的想吃饼干 没有 它这个真的 你们要不要尝一口 不必了 就是它 就是我们吃饼干的时候 它在里面应该是只挤了一点点 然后我们就吃到 你能感觉到芥末味 但这个它挤这么多 就直接 它就是通过鼻翼枪 从你眼睛里面跑了出来 我刚刚吃到一大坨 真的 这个也太辣了 那为什么你没有哭 对吧 铁文 你不是说好的 你们反应都会很大吗 骗我 没有人可以说好 没关系我习惯了 看得出来高学习只饿了而已 高学习假装很不喜欢这个味道 然后一块接一块 没有 我要喜欢这个味道 我直接去吃 去芥末酱算了 但其实你接受了它的味道 就还好 假装自己是在一个高级的日料店吃寿司 你就会觉得这些芥末 哪个高级的日料店是用这种 是用这种 但是自己来挤的 但是真的挺好吃的 是一条汉子 牛 了不起 真的太痛了 真的我都流泪了 你们继续说接下来的吧 还有 还有 接下来 还有啥 接下来 就是 就这 吃完 就吃完 真的 我觉得应该给我一个特选 你们看我的眼泪 真的 就是 可以说一些感谢我的话 我 我爱CKG48 就是这里的stuff们 成员们都特别的好 我特别喜欢在这里跳公演 现在是你的总选 拉票 没有 我哪敢 开始了 为什么我刚刚没有BGM 我伤心了 就是 真的很感谢大家 好 我吧 我已经很多天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今天突然吃到这个饼干 我觉得 不要 回去又要跳两个小时的郑多燕 想到这个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还有一块完整的原味 我不吃了 真的不吃了 已经够胖了 好了 广巴听到非常感动 谢谢大家 然后让你留在CKG 广巴听到非常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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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巴先不要看 好 就这样 今天的游戏环节就到这里吧 先 那么就请大家 接着欣赏 接着来的精彩用音乐吧 耶 哇 唱歌 哇 真的好 爆了爆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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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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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见 又酸甜又浓郁 别让我心惊 我会带你全力 来到你人生与花园里 爱情说是让人一万传我固定 不轻不久战胜伤逐渐的放弃 这不可以 有好关系 不要紧紧 可爱的梦 过你界限的距离 爱情总是视线就迷信 放弃已经无法带压抑的呼吸 除了的气 断断反应 空中的心 是否上一次休想回应 夜空中电影 想想 你最爱的是谁呀 我最爱的 你觉得会是谁呢 我觉得呀 我吗 那 你 最爱谁呀 我最爱一个叫杨鱼鹤的 黑暗的夜 原来隐藏着满天明 不知不觉觉危险 却已成荆棘 一步一步 心又不心 是否愿意 让你充满危险的游戏 无人间流传 对着眼睛 为何 什么让你自更坚定 伸出的手 向你靠近 将靠得起 为何 在你的 雙像唯一 眼痕撞別的 雙像唯一 眼痕撞別的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听风的偶尔 听梦缠的声音 飘铃的热烟 心美乐的风景 而思念只能自言自语 一个人少年淡淡的游戏 我用这种手机 关于你的伤心 拎等了情节 丢累得到回忆 那一夜无天上的满天星 也不过是一趟太觉得宿命 不过就 再动不了我的伤心 雨的天气 也同时在逃避 孩子一个人 听见了缠鸣的声音 却没发现 离去的逃离 暮缠连声音 漫漫尖线 就让你收拾你 继续不断继续 暮缠连思念 无法遮掩 爱过你的诚句 在某一年夏季 当有一天突然回忆起 也还会出动情诗 暮缠连声音 漫漫浮现 就让你收拾你 继续不断继续 我不缠连思念 无法遮掩 爱过你的诚句 在某一年夏季 当有一天突然回忆起 也还会出动情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住 感谢您 变成了暂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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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组MC是那个 烧脑的游戏 对 烧脑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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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昨天玩那个就很骚了 因为字都看不懂那些游戏 我们昨天是玩了一个剧本杀 就是古代的那种 它是一个很悲情的 它有三个 就是像那种 就解密的 一二三 就很容易读不懂 对对对 因为很多文言文 李慧一直在那 哎呀我读不懂 他说对 然后我是一个痴情的男人 痴情男子 那你玩过什么呢 我玩过我觉得 就是我是个游戏黑衣洞 我觉得什么游戏都很难玩 但是我觉得那个像比如说什么 给那个公主换装呀什么的 我超爱 给公主换装 大头妹大脸妹那些4399 没玩过吧 没玩过 我们00后都玩这个 我们是W00后 就特别好玩 我前几天跟吴雪宇还玩43999 就给那种当红 就是哪个明星红那种 那种43999就会有谁的换衣服 我们前几天还给那个当红的明星换装呢 给他换的很丑 那你们不是玩那个暖暖吗 我不玩暖暖但是 你不玩吗 我觉得你们这种小女孩应该很喜欢玩 你们这种小的女孩 但是我觉得那个玩起来玩到后面 我觉得有点难我也不知道为啥 就很难 我都是玩王者荣耀当换装游戏 就买很多皮肤 那你是有钱人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 你说到王者荣耀 我前段时间因为心情不好去玩王者荣耀 玩完过后心情更不好了 连输三次 确实 就王者荣耀以前我拿来决定我的命运 就是我有的时候每天早上才玩一把 说如果赢了的话 我这一天运势就特别好 就像我之前有段时间买盲盒也是 我跟李慧成名买盲盒 就我说每天买一个盲盒 要是能抽到自己喜欢的运气就好 但是很难抽到 我觉得王者荣耀很难玩 你会玩吗 不会 我也是觉得 我都不会玩那个 我可是王者呢 我真的是王者 我可厉害啊 带带我 好呢 但我觉得还是剧本杀 就是有一些就是剧本比较烧脑一些 确实 就像我们这种头脑简单的 就很难想到就是一些 很多那种小细节 对小细节 我一般我猜谁是凶手 谁就不是 我就和他死 但是一般很多次你都是凶手呀 对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老是喜欢拿到熊手本 然后他还装的一本正经的虾编 确实 没办法 你有玩过剧本杀吗 剧本杀 我觉得什么剧本杀都很难玩 就是 玩完之后整个脑袋都很疼 就真的很疼 就超级 那你喜欢玩哪种类型的呀 什么 比如说惊悚一点的或者是 惊悚的我不敢 我玩了之后一周之内我不敢一个人待着 哦 就是那种 你跟左星一样 左星一玩就要尖叫 对对对对 左星玩什么都要尖叫 我们玩那个 我们玩那种 几个人喜欢switch的游戏 然后也是左星一直在那叫 但我们都叫了 都把闪闪给吵醒了 没有我已经听到你们好几次尖叫了 我说他们在玩什么游戏 其实我是好奇你知道吗 就好奇到底在玩什么 那么开心 我一般都吓得不会叫 就默默的在那里 就吓呆了是吗 好乖哦 这样感觉 我们都喜欢那种玩集体游戏 对 还挺有意思 我觉得下次还是可以 就是再玩一次那个剧本杀的那个 就叫多点小伙伴 你看这些小朋友都可以来一起玩 我觉得多一点问题更烧闹了 就是完全理不清人物 但是像昨天那种 他是虽然人少 但是他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角色 我觉得如果是有人扮演的话 就还好一点 主要你也不知道他们是谁 也是 所以应该大家就一起玩 我想起了有一次我玩那个剧本杀 然后我不是凶手 但是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凶手 他应该最后会有写你不是凶手 如果你不是凶手 不会不会 有些剧本就是很多人 就是判断自己都对 然后说最后致命伤是谁的那种 这种话就比较难判断 确实 所以就所有人都在撒谎 就很难找 对 然后就开始瞎编 突然想想那天那个剧本 我们要是有多一点的时间 就可以把那个故事线给理出来了 那天那个听就是感觉好懵啊 都还有鬼 主要是我 对对对对 我以为没有鬼的 然后左星去那个房间 我说你不要怕你去嘛 没有鬼的 结果还有呢 他自己就是个鬼 什么我说左星是个鬼 没有 对对对 他自己就是个鬼他还怕鬼 对 左星他已经死了 对有那种就是假如你自己在那个剧本里面 你是鬼的话 你死了你不知道 你真的会害怕的 你自己会害怕的 吓自己一跳 对自己会怕自己 有的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是鬼就还听到 对对 左星不知道 他到最后才知道啊我死了 但我其实我是我那个角色是应该可以看到鬼的 但是我 所以当时只有我看得到但他 但是我不知道我看得到他 你们也看不到 哦 原来是这样 那还 那我们今天聊这个剧本 就应该下次大家一起玩 然后再来聊 对对 所以今天的MC就到这里啦 接下来请欣赏精彩的Unit去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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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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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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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就在你的肩膀 照保护我的角落伞 更贴心看着我 放松我眼中那 一丝丝成长的不安 因为就在你的肩膀 照保护我的角落伞 温暖的毛巾 像踏实的手掌 你都在我 因为就在你的肩膀 照保护我的角落伞 能贴心看着我 放松我眼中那 一丝丝成长的不安 因为就在你的肩膀 照保护我的角落伞 像温暖的毛巾 像踏实的手掌 你都给了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又到了CKD的固定环节 那就是我 而且克密神 Checking homme《亚believable sawllerunch》 这太高了 完了 蜜蜢 玟台 他一个0 蜜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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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高了 小星星声唱一级棒 玉珍真好看 我怀疑不会读我的 机器人 小星星冲呀 都好看你开始了 小星星冲呀 田总 田倩兰好好看 好好看 什么像花一样 田倩兰 什么都像花 田倩兰乐得像花一样 田倩兰大帅哥 阿克马工具人上线 小婷看看我 机器人请提速 杉杉我爱你 我是不读鸡 小星星今晚还直播吗 哈哈哈哈都是机器人 杉杉最好看 杉杉杉杉杉 田倩兰每一个黑多少 开不开心 云涵好美 云涵都来了 云涵是吗 就是像长辈叫我一样 云涵 我怀疑是 是 是我们stuff发的吗 是stuff吗 不应该不是吧 是不是你妈来发的弹幕 云涵了 田倩兰黑脸帅哥 今天就是吴雪宇见到田倩兰以后说以为她是那个小美人鱼 小美人鱼 你们知道吗 在那化妆树被我黑到了 对 被我黑到了 对 是这样子的 但我在化妆嘛 他在那坐着镜子在镜子面前我 我的天啊 我真的被吓到 他晒得很斑驳 就是他一块黑一块白又不是就很造孽 没有我脸上没有白的地方 好 你要看她的手背才是真的绝了 特别期待她这个手去握手会 然后我们这个黑人 怎么还给特写啊 好变态啊 什么鬼 还真的给你手的特写 他们叫对比 为什么你的白一块啊 你看你的手白一块 这有个分界线 对 你是戴表了吗 戴表 戴表也戴不到那儿去 成功人士都有一个戴的表 嗯 萧萧好呆 萧萧好白啊 对啊 你看她好白哦 萧萧是真的白 她白纤指甲 她白的就是放星 你要这样 这都很白 看着小星星露出一母笑 萧萧被悟空定住了 建议来排个肤色 真的黑了 知道了 知道了 看不清 哈哈哈哈 闪闪 星星星星 小星星唱得真好听 闪闪星星星星 小黑龙今天没在公演 风火轮 阿克马这啥口音 啥口音 萧萧做个对比标准 魅肥太多 小星星真好看 闪闪闪闪闪闪 谢谢应援棒 这口音就这啊 练弹幕环节这么长呀 好的 她确实 告辞 告辞 那么 好啦 我正准备给你们捧场 我爷爷都开始爷爷起来了 好啦 然后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现在来宣布今天的单场MVP吧 我看一下 那她是谁呢 今天的单场MVP她就是 人群中最白的雷语肖 叶 贵 叶 然后 她的单推王是 雷语肖要很棒 恭喜 叶 然后 这是李慧的心情 然后呢怎么说呢 就是我说我今天开始要多在乎在乎我的人 大家就是我要在乎的人 然后也今天雷雨笑也非常棒 大家也非常棒 然后之后我们也一起加油 一起进步 互相变成更好的人吧 谢谢你们 耶 好啦除此之外 大家不要忘了每周二周五七点 锁定口袋48APP热门公演 收看CKG48云上剧场 本周五那时花开精彩继续 届时将会是四至五月月度MVP的最后一场 请大家努力为小偶像打call吧 以上今天的公演到此结束来 我们下周再见 耶 我们机长吧 机长 哦哦对对对 忘了不好意思 三二一 好 好 感谢观看